回到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講這個種子的部分 總之就是讓大家試試看 另外的話其實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在看電影的 如果你在看電影的話 你沒有你也不要難過 你有興趣你就自己做 這個棉花、衛生紙 隨便的盒子都可以做 你就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剛好跟你們說 記得蓋子要蓋好 我有想過嗎 因為它要一個很大的相對濕度 它才能夠撐得起來 不然它會塌掉 撐得起來才好看 那你聽到之後 你會覺得好啊 貼好就好啊 為什麼要一直跟我們強調 因為等到它萌發之後 三天五天之後 你會有一種動力想把蓋子打開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萌發了 你蓋子蓋之後 它就長不起來 然後它就會在裡面貼著蓋子 然後就會開始這樣 它就會長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好可憐喔 我好想把他把蓋子打開喔 你看他這樣子有志不得生 這心情是 日欲寡歡 受到壓迫 跟我好笑 我好可憐 你可以救我 但是我可以救他 欸 對 你有很多情感的投射在他身上 好不好 你要這樣子也可以 我也不會怎樣 你如果真的看得很不捨立 想把它打開 那你就打開吧 那不然的話 你蓋子不會怎樣 因為它在這邊長得不大 那到時候你打開它 然後自己就好了 它不會怎樣 它那個幼齡的傷痛 不會留下什麼創傷 不會來了 不要再比它擔心 OK 而且有些同學是 你就給它蓋子而已 不過剛剛有沒有說蓋子蓋起來 有時候膠帶要貼一下 因為你如果不貼的話 就明明叫你蓋子蓋起來 你為什麼把它打開 那是他們自己推開 人家是鬼 什麼推開 他自己會推開 你給它蓋著 你根本不是蓋著 你一直放一個東西在上面 那是幹嘛的 你會把它推開 會把它推開 所以其實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吧 就說反正你實驗還有三間 我給它推開兩邊好了 最後一選擇把它蓋下去 這樣反而容易把它全斷 大家懂我意思嗎 它如果一開始就這樣長彎 這事情不大會成這樣 你如果已經給它這樣子 你再硬要把它壓回去 它反而比較會斷 所以強烈的不建議 它已經打開 再把它蓋過去了 除非是剛開而已 那還沒關係 如果它已經 聽得很有一點點 它已經 那就甩滿足 那就 那就讓它做兩盤 好 好